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日发布的消息称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的情况还未结束 近84%的地区被乙军下达过疏散警告 其中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自8月以来 也就是在半个月的时间内被乙军下达了至少5次撤离令 本月4号 5号 8号 11号 13号 以色列国防军接连5次下达撤离令 要求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民众撤离 有的加沙民众甚至刚刚回到家几天 就不得不再度撤离 自8月初以来乙军连续多次对汉尤尼斯等地区发布撤离令 先后有超过7万名当地民众再度流离失所 当地媒体指出 目前乙军持续采用军事高压政策 只要发现武装人员在某一地区向已发射火箭弹 就会命令整个地区居民在短时间内撤离 并发动猛烈空袭 只要其认定一处平民设施 有所谓武装人员藏身 就会不计后果实施空袭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本月初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 目前加沙地带已有19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占加沙总人口的90%